大家好,歡迎來到這節的曼聯新聞一分鐘 今節會跟大家說兩個題目 首先會跟大家說了一個雲迪碧克的專訪 看看他來到曼聯之後會否適應 接著會說歐聯的抽籤形勢 沒錯,今年真的是歐聯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去年我經常說錯了我們在歐聯的情況 其實我們去年是歐巴 但我明年一定會在歐聯 結果麥大巴說中了我們真的 今年回來我們應有的賽場歐聯 待會跟大家說說 首先是雲迪碧克來到曼聯之後 接受了官網的一個訪問 其實不是官網,是官方的雜誌 United的訪問 他說什麼呢? 他說他真的很開心來到曼聯 而且很期待有曼聯球迷在奧祝福的時候 在那個場上踢球 他剛剛第一次代表曼聯 有宜賽對維拉那場球上陣 也得到領隊蘇斯克查的贊重 他說他很希望我們第一場的英招比賽 對水晶宮可以為我們上陣 記者就問他如何適應成怎樣 來到這個曼聯絕斯特 他說每個人都幫我很多 這個真的好像大家都想令我 覺得好像在家裡一樣 這個對我來說真的很好 因為他說這也是一個Family Club 也感覺到 一來到第一刻已經感覺到這件事 他另外說 奧祝福 當然是夢劇院 Theater of Dream 也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場館 他很期待 很期待 多一些球迷的時候 在奧祝福踢球會 這個感覺是怎樣 他很想快點感覺到 因為他覺得曼聯球迷 一定會給我們很多力量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真的有看曼聯的球 因為當他說年輕的時候 有很多荷蘭的球員在曼聯踢 所以作為一個荷蘭的年輕人 留意曼聯或者看曼聯踢球 是經常會發生很正常的事 包括近期的有Daily Blaine 就是白蓮特 另外當然遠一點就是雲貝斯 甚至雲達沙 所以一直都有些荷蘭的球員 曼聯也贏了很多錦標 所以看曼聯踢球也是賞心樂視的 所以他經常都有看 早兩年後有沒有看 老實說這個是我講的 然後記者就問他 不好意思 我今天有點被敏感 因為天氣變 所以今天的聲線可能怪怪的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對不起 這個是我不是雲達碧克 他就被記者問及 現在是年輕 一個非常進攻的球隊 即是曼聯 有什麼感覺呢 他就說 我很期待 急不及待 想跟我的隊友一起 並肩作戰 沒錯 這個團隊是非常年輕的 有很多都好像我的年紀 甚至乎比我還年輕 所以這個 我覺得是很有機會 我可以幫到球隊 而且經常跟一些比較進攻向的球員 一起踢球 是非常之好的 而且有些那麼好技術的球員 跟我一起踢球 我經常都會偷師的 因為他們個個都有他們的特別之處 如果可以在他們那裡學到 也會令到自己進步 所以我真的很開心 也真的很希望 可以為這間球會 帶來一些好處 或者為這個球會作出一些貢獻 這個就是Donny Van Der Beek的訪問 我相信他 為什麼蘇斯特查都會選他 這個也是心態上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不覺得自己是一個 已經是完全成熟的球員 都仍然覺得要學習 又有這個動力 我相信就是蘇斯特查看中他這件事 同一時間他也有他的長處 蘇斯特查也說過 我也在節目上提過 不重複 所以我們也很期待 至於水晶宮那場球 他會不會有機會上陣呢 我自己覺得機會不小 相當大 他有機會上陣 為什麼呢 等到場球之前的前瞻 才慢慢跟大家交代 因為大家都可能猜到 現在的情況 有狀態的球員有多少個 我們都心裡有熟 好了 我們轉個過場做第二個題目 先 第二個題目就是歐聯 昨天出了Port 1和Port 2 確認了哪幾隊 有一點可惜的是 雲迪碧克不可以 在小組賽對回亞迪斯的機會 為什麼呢 亞迪斯跟曼聯一樣 進了Port 2 不是亞迪斯做了事 令到他進去Port 2 因為亞迪斯本身 是Port 2和Port 3的遊走中間 但是由於奔菲加 被PAOK的球隊踢出局 所以由於計分的上高 令到亞迪斯少了一個高分 比他的球隊 即是奔菲加 所以亞迪斯現在 就在第二 即是Port 2 大家可能對歐聯也應該有一定的認識 不需要我多說 不過循例也說一說 Port 1就是六大聯賽的冠軍 加上歐霸 歐聯的冠軍 所以包括有 拜仁茂里克 祖雲達斯 利物浦 巴黎姐 以門 波圖 王馬 以及西維爾 還有最後一隊 就是俄羅斯的 辛尼達 OK Port 2就是計算歐洲賽的分數 萬聯一向都不錯 包括Port 2 除了萬聯之外 還有剛才說的亞迪斯 還有馬體會 巴翠龍 多蒙特 車路士 曼城 以及薩克當薩 我想大家都應該會知道 Port 1 抽一隊 Port 2 抽一隊 另外Port 3 Port 4 暫時還未確認 是哪隊打哪隊 應該還有少許外圍賽 無論如何 同一個國家 同一個聯賽球隊 就不會對碰 所以 我們在Port 2 對著Port 1的對手 其實也有很多選擇 除了利物浦 我們不會同一組之外 其他球隊都會同一組 不過有一點想說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抽籤 抽到Port 1 一隊很厲害的球隊 很多時候就會覺得 機會少了 其實 你問我的話 這些歐洲賽的抽籤 很多時候最緊張 是抽到Port 3和Port 4 是哪隊 因為老實說 四隊的小組裡出兩隊 就算Port 1那隊很厲害 其實 還有少許好處 如果假設 最好最好的籤 就是Port 1抽到一隊很厲害 而Port 3和Port 4 就抽到兩隊很差 這個情況 反而是最大機會出到線 當然 如果你只能以第二名出線 出到16強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難打 這個的確是事實 但如果我們純粹用出線為目標 其實Port 3和Port 4抽到哪隊 我覺得是比Port 1抽到哪隊 今次的節目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的收看 還是說一句不好意思 因為我今天有點鼻敏感 所以聲音有點濛濛的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Hello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節的 萬聯新聞一分鐘 希望大家記得CLS 留言 LIKE 和SHARE 亦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兩個港萬聯的YouTube Channel 包括新聞台 和大巴台 今節會討論兩件事 不過也有很多 主要題目是討論欣蝦路 因為有一篇文章 有明確實日早上新聞的記者 Tyron Marshall寫了 欣蝦路今季是否值得更多尊重 出場機會呢? 其實這件事 我認為達叔 馬達也是可以應用的 但達叔先說了 就是什麼呢? 大家都可能知道 達叔的家人 在萬市開了一間餐廳 叫做Tapio & Wine 我記得之前 有些朋友去完看球賽 跟我們分享 有朋友都去過那裡吃東西 我記得 有時的東西 變了就變了 又不是馬達變心 他仍然都是在萬聯上踢球 不過 因為可能不同的關係 這間餐廳已經是 倒閉了 所以各位 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們香港的朋友 或者亞洲的朋友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可以再去 去萬市看球賽 因為現在連當地人 都不能即場看 但如果再去萬市 這間餐廳 已經不再營業了 所以沒有機會吃到 馬達家人煮的西班牙菜 其實也有點可惜 不過 在現在的時候 我想也沒辦法了 OK 另外 再回到正題 今天說 這一節說一下 恩哈路 看看Tyron 怎樣說 其實我自己覺得 跟我們的萬米早神 之前有些看法 都挺相似的 好 他一開始就說 恩哈路 一來到萬聯的時候 的確有些正面的影響 但是在英超的最後階段 上一季 真的沒什麼參與 在萬聯 贏2比1 LASK 即是最後一場歐霸杯的賽事 恩哈路上陣 其實已經沒什麼意思了 因為第一個回合 萬聯已經贏5比0 所以那一場球 正所謂叫做 例行公事 雖然這場球是例行公事 但是大家要留意 就是 恩哈路 在那場球 第一次代表萬聯正選上陣 而沒有入球 所以這個紀錄也是挺有趣的 還有很多時候 大家也會覺得 或者蘇瑟查也會這樣用 就是他做一個馬仔 Marchier的替補 尤其是在杯賽那裡 但是 所以呢 所以呢 為什麼 蘇瑟查在重賽 即是復賽之後 為什麼用得那麼少 大家都很奇怪 包括我們也問過這個問題 萬聯可能 其實活力上高 或者打法上高 當恩哈路下場的時候 可能 比起馬仔 在那裡走來 馬仔就不是一個 正正站在九號位 本身 現在慢慢變成了 所以可能 打法上高 那個動態上高 恩哈路和馬仔的打法 有一點點不同 可能 因為 這件事 恩哈路 可能未必有這麼多 上陣的機會 但是大家也要留意 只要恩哈路上陣 作為一個替補 的話 他入球的紀錄 就相當不錯 這個 2019 2020年的球季 在這六月 重開的時候 他就是在 足總盃 對著 諾域治 那場球 恩哈路 正選 他也進入了一球 很漂亮的球 接著就是 剛才那場 最後那場 接著有九場 是後備入堤的 總共 只踢了79分鐘 這樣 其實 當時來說 本來去到 季尾就完 接著跟恩哈路 逐租了 去到一月 但是他的 情況 尤其是一月 最初來到曼聯的時候 真的帶來 很大的後效果 但是始終 當是一些比較重要的比賽 裡面 就算 我們的三叉擊前面 多累也好 或者多有困難也好 都看不到 恩哈路 下場去幫忙 包括有幾場 比較明顯的比賽 就是 捉了一杯 輸給車路士 那場比賽 他只有 十一分鐘的機會上陣 另外 我們在主場 對著韋詩咸 打和的比賽 他只有五分鐘的時間 另外 有兩場 我們對著 哥本哈根 以及西維爾 的時候 基本上 他甚至乎 恩哈路 是沒有機會上陣 這樣 當然 我想大家都不會反對 當 西維爾 是正常的狀態 或者是有體力的時候 他絕對是一個 比恩哈路 更有威脅的前鋒 OK 但是問題是 其實我去年 記得有一場球 我拍大巴的角度 就說 是不是真的要贏得這麼辛苦 正正就是 我們有很多比賽裡面 馬仔 或者其他的前線三叉擊 已經看到他們 已經很累了 在球場上高 都在捱緊的時候 當時來說 一個好氣好力的恩哈路 是不是一定差過 一個累得爆的馬仔呢 我想這就是 教練團隊 或者蘇斯克查 需要研究 或者考慮的一件事 當然 上季的季尾 他們就已經 作出了他們的決定 所以 尤其是 Tyron 也說 尤其是 英超 特別 是比較少的 但是 大家不要忘記 在這個停賽之前 其實 他是有 對著愛華頓 以及車路士 都有入球 但是 他還未必 在曼城 奧脫福對 爺曼城 可能就沒有入球 但是 始終 他作為 正正的九號位 球員 是幫助到球隊 那場球是可以見到的 OK 还有他说这位31岁的前锋 其实在奥拙福的职业生涯里面 没有什么犯错的 而且他也很明显 真的很喜欢曼联这个球会 因为他是减薪的 其实他说 如果他没有机会再在 一月逐借的完结之前 如果没有机会再在 这个坐满人的奥拙福 跟大家说再见 其实的确是有点可惜的 但当然现在还有机会 因为到了一月之前 究竟现在也在谈谈 有没有球迷可以入场 现在暂时也在谈谈 虽然未必是坐满的 但可能有部份球迷入场 都是一件好事 他说其实欣客路 究竟一月之前的用处是怎样 大家都拭目以待 对啦 太郎就估计在联赛杯 来着那场球 就应该有机会拼的 但是在英超来说 看他的样子 都是稳稳的了 他就说 其实欣客路始终 可能在实际 实力上也未必是顶级 但是也能给到 曼联前线的一个选择 和一个不同的踢法 接下来 由现在到一月 究竟他会不会有更多的机会呢 还是好像刚刚上季的伏赛之后 都是可有可无 或者都没什么机会 唯有 教练团队才会知道 我想我们 也是很难做到一个估计的 好 这节目到这里 大家也欢迎留下言 说一下大家对欣哈路的感觉 因为我们也曾经讨论过 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说 因为他也没有机会出 即管大家再说一说 看看大家估计一下 究竟一月之前 究竟他有多少机会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节的 曼联新闻一分钟 这一节主要是 讲一位小将 大家睁一睁会不会觉得 他有点像斯朗那道呢 我看《太阳报》的一个报导的时候 就用了这张照片 我看《斯朗》 说什么呢 原来不是 原来是说我们一位 刚刚新加盟重马 体会加盟的小将 加纳曹 其实我觉得这张照片 真的挺像的 不过看内闻里面 有几张其他照片 其实就没那么像的 那遲些 希望他慢慢 越打越土的时候 或者有机会 我们看U队的比赛的时候 看看他的真人 是否真的有点像斯朗 不过这样 虽然他的样子 似不像 大家要再晚点看 看到他的时候 再决定 但是 他真的 偶像是斯朗 他也 很喜欢 要穿七号球衣 学足斯朗 看看《太阳报》有什么 他说 曼联的重组青年队 或者U队 真的 一不做 一不就很夸张 做到 因为他说 我们不停地重组 这个U队 也找了很多 新的球员加盟 这位加纳曹 就是其中一位 除了他之外 我也跟大家介绍过 前两天做了一集 就说我们究竟有多少 新的年轻 有能力 有好球员加盟 包括 左航马 右巴塞的 Glorado 以及Fernando 再加上这位 马体会的 非常有潜质的前锋 他甚至乎 在马体会的清分 中 挂着一个珠宝 是一个Dual 最重要的是 他也很想很想 随着斯朗的步伐 因为他说很紧张 要穿7号 究竟他能力大到 可以来到 曼联背起7号球衣 大家要再等几年 没那么快 其实今次找到 加纳曹加盟 我们是赢了 黄马 和多蒙特 没错 是黄马和多蒙特 所以 很多朋友都提过 听我们的节目 或者我们得到的资讯 在签青年年轻球员来说 我们的确是赢了很多 很强的球队 这位马德里出生的年轻人 被冠以入球机器的美誉 根据马体会的清分部门 知道他离开的话 其实也很失望 他在2015年加盟马体会 在入球能力方面 绝对令大家 觉得很厉害了 他在2016年 开始代表马体会的青年队上阵 他当时也有很自然的入球能力 也当时是一个联赛 他踢过联赛的入球冠军 即是神射手 他的技术相当出色 他在控球方面也相当厉害 因为他拿着球的时候 首要在他的脚下抢走球 一点也不容易 还有进入禁区里面 他的触角射门方面 就更加相当医学 即是有效率 或者是非常厉害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译音 或者翻译关用医学 我想大家可以提议一下 还有最重要的是 原来他也是右脚 他很运用纯粹的技巧 总之会把球运到他的右脚 作出射门 而且很多时候也能进入球 他也是一个捏食者 在禁区里面 经常找到一些很特别的空位 去让他入球 除了自己引球前进之外 他找空位也是有一手的 他来到曼联 我记得我之前也曾经提过 就是因为要追随他的偶像斯朗 希望在曼联可以发光发亮 OK? 始终 虽然他年纪很浪费 暂时是否一定可以 继续去发展训练 不知道 但是他在这么小的年纪 已经在去年代表马帝会的U19 这个球队上阵了 他刚刚7月才是16岁 所以 之后就开始跟马帝会谈谈 但是根据报道 马帝会未必能做到一个很好的平台 令他成为一个出色的球员 他这样说 所以 现在 传闻 现在加勒庄是未冠算的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是未冠算的 但是传闻他应该会和曼联 签一张五年的合约 也希望可以跟随他的偶像斯朗 首先在英超联赛 或者英格兰的足球 开始去看发展 马帝会接受了几年的训练 曼联也由于他在马帝会接受了几年的训练 当然 这不是转会费 我们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他就要给马帝会一些训练的费用 所以 究竟加勒庄会有什么情况 我想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一般来说 他从初来到 都未必有这么快的正选上阵 但是我相信 在下半季 他就应该开始 他会为U18披甲上阵 看看发展如何 下一季会不会像 Hannibal 第二季就升上U23 这个即管要看看 暂时也要拭目以待 另外今次还有一件小小的事情 到最后跟大家说一说 都挺过瘾的 就不关加勒庄 就关马帝也事 我今早看Twitter的时候 就发觉 咦?马帝也为什么出了个帖子 说些奇怪的东西 原来就不是 原来马帝也后来就澄清了 原来马帝也的电话 就很不幸地 被他的小朋友拿来玩 他当然没有训练 所以 他的帳户也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符号 有些漫迷看到 第一是截图了 第二 究竟搞什么 马帝也后来澄清了 他就说 不好意思各位 我的电话就被我的小朋友拿来玩 所以就出了一些怪的符号 大家不需要猜 大家不需要猜 那句是我家 所以有时也挺奇怪 但是就确定了一件事 即是Marshier的Twitter 就真的是自己去处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很多球星的社交媒体帳户 根本就不是他们自己处理 是交给团队 但是看一句话 Marshier的帳户 就真的是他自己去回应 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他的帳户 问一下他 看看他会不会回答你 OK 今次节目到此 多谢各位的收听收睇 拜拜